大家好 我是韋恩 今天要跟你們介紹的是 永生夢境 魔像舞者的打法 話說這是我第一次錄影片 如果做的不好請大家先見諒 前陣子看了大陸的影片之後 覺得有一個陣容 非常的可以適合平民玩家來使用 這個陣容只需要一隻核心角色 其他就把你輸出最高的擺上去就對了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陣容就是這一套 主要的核心不是他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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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上個月的千塔小魚刃 大家都看到我現在還只有二星 但是我卻能單靠他就可以讓我一些輸出高的角色 幫我打出超過兩百萬的傷害 至於實際上是怎麼打 讓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首先就選擇你傷害最高的 先把小魚刃放進去 然後再把你覺得你傷害會最高的角色放進去 我是選了這四隻 先知 小黑 劍聖 跟幻翅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小魚人二星乘二 爛透了 劍聖 三星乘二 爛透了 幻翅 紅零 我記得他是缺一件吧 然後 先知他是缺鞋子 紅衣 差一件滿裝 小黑也是差一件 不過是因為我滿缺長矛的 所以我沒給他裝上去而已 要不然基本上小黑也是馬上就可以升級了 好讓我們直接打一場來看看實際效果如何 好 轉圈圈 好 大家看到開場 石頭人砸出了傷害 小魚人開始減傷 繼續減傷 這時候打到小黑之後 看到扣二有沒有 這時候石頭人繼續砸 誒 什麼都沒有了 就算他有石頭砸出來的動畫 有衝擊波的動畫 但是一點傷害都沒有 這時候大家可以繼續無痛輸出 繼續輸出 繼續輸出 好我們這裡等一下健身的大 我們三個人一起開大 然後你看這時候 因為小魚人在開大的期間 並沒有減傷效果 所以 魔像舞者的傷害就打了出來 然後等小魚人回來之後 魔像舞者又沒有傷害啦 喔 不過這次好像進度打得有點太快 傷害已經高到小魚人沒辦法減傷的地步 快點跳一個躲開 劍勝也跳一個躲開 好現在來到170萬 小魚的大局我打算有兩個人的時候再一起放 好這時候一起放 好 仙子也好了放一個 換刺 快點換刺 給我能量 換刺 啊 躲開 啊中了這個衝擊波 啊糟糕糟糕 小荷趕快放大吸血 劍勝放大 衝最後一波傷害 好 讓我們看到 我這破爛隊伍中間多次失誤也能來到220萬 好 時間到小荷陣王 好 這邊可以看到說我 早上打了第一次 這是我打的第二次 我第一次打到240萬 那次真的是沒有什麼意外 不過這次意外比較多 啊 這是我今天的視頻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